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我们日常使用手机 总会遇到一些小问题 比如手机充不上电 打电话声音太小 其实啊 不必浪费钱 拿着手机电维修 自己就能搞定 来看一下这部手机 讽刺描述 说是怀疑电池有问题 充电没反应 但是我们检测的时候发现没差差不到底 我们直接给他清灰 手机使用时间长了 充电口机灰是很正常的 要是不清理的话 充电线会接触不良 充不上电 长次以往还容易烧坏主板 套完最好是再沾点酒精 把污垢清洗干净 现在插上数据线 终于可以一桶到底了 还有这台手机 讽刺描述 打电话声音小 我一看听筒 灰尘都沾满了 这里先打点一下 很多博主发的清灰音频 我试用了一下 灰尘一动不动 基本没有卵用 纯属是为了视频效果 我们还是用老方法 拿出你家里的牙刷 沾点酒精 来回刷听通网 就能把灰尘清理完了 而且酒精是急以挥发的 也不用担心进水问题 还有手机播放有杂音 声音小 一般也是因为喇叭孔被堵住了 用牙刷沾点酒精 来回刷喇叭孔 把诬告清理完毕就好了 nice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